地球位于太阳系中,太阳系是个行星系,太阳系位于银河系中,银河系才是个恒星系。 像太阳系这样的行星系,在银河系中有1000到4000亿个,所以银河系体积十分庞大。 这个棒旋星系的直径可达16万光年。 根据天文学家的观测,它的直径大约有10万光年,质量约为太阳的1.5万亿倍,拥有着2000到4000亿颗恒星。 近些年来,有天文学家根据观测结果,认为银河系比想象中还要大。 我国天文学家也有观测数据,指出银河系的直径可能达到了20万光年,将银河系的尺寸提升了一倍。 但是,在浩瀚的宇宙中,银河系的尺寸就未必有多么突出了。 银河系的邻居仙女座星系更大,直径在20万光年以上,无论是体积还是质量,都几乎是银河系的两倍。 然而在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所在的本星系团中,体积最大的是M87星系。 也就是2019年被科学家们首次拍到黑洞照片的那个星系。 体积和质量都比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相加大好几倍。 不过宇宙中已知最大的星系就不是M87星系了,喜欢天文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,已知最大的星系是编号为IC1101的庞大星系。 这个星系并不是像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这样的圆盘状,而像一个圆球,和上面提到的M87星系很相似。 它位于距离地球大约10.45亿光年的阿贝尔2029星系群。 这个庞然大物有着数百万亿颗恒星,质量是银河系的上万倍。 IC1101星系的直径约为600万光年,相当于银河系直径的37.5倍。 体积大到可以容纳上5万多个银河系。 由于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的距离不过256万光年,银河系附近的大小麦哲伦星系与银河系的距离不过十多万光年。 三角座星系与银河系不超300万光年。 所以实际上银河系、仙女座星系、三角座星系,以及大小麦哲伦星系所在的空间,还没有IC1101星系自己所占的空间大。 或者说这些星系以及其所在的空间都可以装到IC1101星系里面。 不过近日有报道称,科学家们又发现了一个体积更加庞大的星系。 星系中的体积之王又一主。 据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杂志2月16日发表的一篇论文称,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长达1630万光年的星系,也就是说一道光从这个星系的这一端跑到另一端,需要飞奔1630万年。 以命名为阿尔库·俄纽斯·勒西亚尼斯星系,位于30亿光年之外,它的长度是银河系的102倍,比IC1101星系长度又大了2.6倍。 体积也更为巨大,成为了目前人类已知体积最大的星系。 天文学家能够发现这个恐怖的星系。 还要感谢位于欧洲的强大望远镜,低频阵列LOFAR,这个望远镜阵列由分布在全欧洲,52个不同地区的总计约两万个无线电天线组成。 它们通过干涉的原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望远镜阵列,是人类观测宇宙的重要工具之一。 它们利用LOFAR进行了拍摄,将一些噪音除掉并进行了信号的处理后,得到了一幅迄今为止人类获取过的,对射电星系外延展办最敏感的搜索图像。 接下来,天文学家通过肉眼在图像中反复搜索,最终在30亿光年外,发现了这个巨大的星系。 需要说明的是,这么大的空间内,并不完完全全是这一个星系的天体,它是由其宿主星系极其强大的喷流所形成的巨大结构。 根据研究人员的描述,这个巨大结构中心的宿主星系是一个椭圆星系,质量大约是太阳的2400亿倍。 单纯从质量上看,这个宿主星系还没有我们的银河系大呢。 不过,它能够创造出一个巨大的星系结构,得益于其核心处的超大质量黑洞。 这个黑洞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4亿倍。 相比之下,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,人马座A只有它质量的1%而已。 和它的同类,射电星系相比,这个黑洞的质量也不是那么突出。 所谓的射电星系,指的是具有非常强烈的射电辐射的星系。 通常要比普通的星系强100到10万倍。 比较著名的射电星系有M87星系,其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,达到了太阳质量的太阳的65亿倍。 它也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拍摄了照片的黑洞。 和M87黑洞相比,Lucionis的黑洞简直就是小不点。 那么,这些黑洞是如何产生这种巨型结构的呢? 我们知道,黑洞可以吞噬一切物质,但它也不会完全吞噬掉周围的所有物质。 在黑洞吞噬的过程中,也会有少部分物质会从吸机盘被输送到黑洞的两极, 然后由黑洞恐怖的磁场加速到接近光速,向两端喷射出去。 这就是黑洞的相对论性喷流。 有些相对论性喷流在宇宙中穿梭的过程中,会形成外延展般结构。 其实我们的银河系也有这样的半状结构,但是并不大。 天文学家发现,宇宙中有很多星系拥有着巨大的外延展般, 有一些甚至能达到几百万光年。 这就是所谓的巨型射电星系。 那么如此庞大的星系的质量该有多大呢? 知道数据你可能会有些失望。 科学家估算,阿尔库·俄纽斯星系的质量只有太阳的2400亿倍, 而我们银河系的质量就高达太阳的8900亿倍。 所以这个庞大星系的质量只有我们银河系质量的27%左右。 很难想象一个星系的体积是银河系的10万倍以上, 质量却不足银河系的三分之一。 也说明这个星系十分虚胖,堪称宇宙中最虚胖的星系。 真是宇宙之大,无奇不有啊! 不过这也说明IC1101星系仍然是宇宙中已知真正的重量级冠军。 阿尔库·俄纽斯星系之所以如此虚胖, 也是因为它的主要体积都是两侧的巨型射电辐射流制造出来的。 推测其产生的原因很可能是, 该星系的核心部位物质非常密集,存在有巨量的气体云, 使得中心的强大黑洞可以快速吞噬大量物质, 从而向两侧辐射出巨量的离子流。 这些离子流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向两侧喷射, 在千万年的时间幅度内, 当然能开辟出十分庞大的星系体积了。 这些星系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能量, 释放出如此巨大的外延展办? 至今仍然是个谜。 所以,像Lucionis这样的射电星系的发现, 对于天文学家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, 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些极端的宇宙现象。 就比如这次发现的Lucionis可以表明, 巨大的外延展办未必是通过 同样巨大的宿主行星或者超大质量黑洞来形成, 二者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, 这就更让天文学家困惑了。 为什么一个相对较小的黑洞 却能够拥有更大的外延展办呢? 或许在未来, 天文学家还会发现宇宙中 更大的星系或者星系结构, 包括Lucionis本身所处的宇宙空间内, 物质密度也相对较低, 这更有利于它成长到更加巨大的水准。 1630万光年这个记录, 到底会在什么时候被打破呢?